嗨 大家好 這是柯小姐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我的 就是鐵片均計畫的檢討 就是在2016年的年初的時候 我很興奮的要做鐵片均計畫 那就是說我沒有用完一個東西之前 不能買新的東西 大部分的時候我都有做到了 除了就是 這裡有三條唇膏 是我不小心買的 覺得我一定會用他們 跟還有這裡兩條唇膏 是媽媽跟阿姨給我的 然後還有三條唇膏 是男友出國的時候 我逼他買回來的 還有這三盒眼影 對這三盒眼影實在是 就是我拜託林普說 他去美國的時候 幫我買一盒 Tom Ford的濕色眼影 然後呢 他沒有買到 他說Tom Ford這樣子在哪裡 我本來就跟他說 我是不是網路上訂 一定去你住的地方就好 他說他不要 他要很誠意的現場去幫我買 結果他找不到 然後就帶回來三盒Naked 我相信他應該是知道我的這個鐵片均計畫 然後希望我這輩子都用他買給我的眼影吧 超多的 然後我現在就是Naked1愛用中 2跟3我還沒有認真的去試這個顏色怎麼用 那剛剛那些不小心多買的之中 我很喜歡這個 我現在嘴巴上的這個唇膏 他是那個Cat Von D的 就是我不知道 忘記他的品名叫什麼 但是他這個顏色超級美 他就是橘色帶點金色亮色 是看Bunny的那個 影片被燒到的 最後就是一些 我有用凹的東西嘛 有鐵片均的 像這個KATE的眼影啊 然後還有已經 凹了兩年三年的那個 修容餅啊 然後還有那個 Etude House的單色眼影 那這個會用凹是因為我都把它當眉粉在用 所以希望可以趕快凹就是用完 然後我就可以接著用媽媽給我的眉粉 然後這個真的是 這個沒有很凹 但是我必須要來分享 就是這是NYX的那個 膏狀腮紅 然後你看他們兩個差一點點 因為這個我幾乎沒在用 這個我很認真的在用 然後他們太顯色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我一輩子都用不完的東西 大概這輩子都不用買腮紅 最後一個是這個 那個 妙巴黎的一個 一款粉餅 原本我買它的時候覺得它太雞了 根本就什麼顏色都沒有 後來我發現用那種比較密集 然後平平的那種粉底刷刷上去 效果還滿好的 就是成為我夏天的最愛 那就是我2016年的檢討 所以 17年一樣 沒有用完的話 就不能買新的 希望檢討的時候 可不要再拿出這麼多東西了 大家拜拜